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亲爱的朋友 你好 我是云和 欢迎你收听林全新宇的节目 我现在呢 办公室的楼下有一个托儿所 孩子们出来在运动场上游戏的时候 有的高兴的尖叫 有的失望的大哭 真是非常非常的吵闹 按说呢 我在写灵修心得的时候 应该需要很安静才对 可是呀 我却喜欢打开窗户 听听楼下孩子们的喧闹声 总觉得那些小生命是那么的可爱 放开喉咙喊叫的童声是那么的纯真 虽然我自己不能像孩子们一样的大哭大叫 听听心里也是舒坦的 因为最近这两年呢 连续有一些熟人去世 所以就更觉得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生命气息 是多么的可贵 前些日子 我听电台采访台湾 非常出名的一位作家 那天呢 正好是他的生日 这位作家不但学问做得好 而且呀 常常出语惊人 在监狱里的时候呢 都仍然保持他一贯尖锐的风格 可是 当电台的主持人 问他在六十几岁生日时的愿望时 他说 希望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坏 意思啊 就是年岁不饶人 到了这个年纪 不用指望一天比一天好 下坡路走得不太快 就算不错了 我们以前讲过 人很难为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来感谢神 尤其是那些让人痛苦的事 在另外一方面呢 人也常常不知道珍惜 我们已经得到的神赐下的福气 以至于呢 有时候福气反而成了祸患 比如说吧 长寿是福气 可是也可能就成了祸患 我们中国二十多年前的那位领袖 后人一直在争论 他的功与过到底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开 但是呢 大部分人都同意 如果他早死十年或者是十五年 就会被人民当成圣人来敬仰 可惜啊 他最后做的那件 他自以为很了不得的大事 伤害了无数的老百姓 也损伤了他自己伟大英明的形象 我们中国人说 鸟尚且爱惜自己的羽毛 意思啊 是微小如鸟 也知道珍惜自己得到的恩赐 人怎么可以不珍惜自己的名誉呢 在旧约圣经中 也记载了一位西西家王 他是以色列分裂之后 南国犹大的王 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所以呢 神就赐福给他和他统治的国家 后来 在他病得快要死的时候 他不愿意马上死 就痛哭祷告求神 神呢 就加添了他十五年的寿数 可是他多活的十五年 却带给他的福气少 祸患大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教训 《猎王记下》第十八章记载 西西家二十五岁登基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登基的时候 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 亚述王带来的外邦人占领了北国 南国犹大对这件事情应该是极为震惊 西西家在这种形式下承担重任 却毫不惧怕 他依靠神 谨守神的诫命 在政治上和灵性上领导犹大国 走上了复兴之路 西西家王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 政治家 军事家和圣徒 他继位之后呢 就废去了秋坛 不但毁坏了那些木偶 连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铜蛇 也一起摧毁 一扫败偶像的歪风 西西家也重新修理圣殿 重新整肃在圣殿侍奉的祭司和立位人的职份 恢复了献祭和颂赞的传统 并且开放了圣殿 让人民进入圣殿祷告和敬拜神 西西家自己也亲自的带领百姓守逾越节 在两个星期里 他和百姓们一起献凡祭 为百姓祷告 用音乐送赞耶和华 圣经中说 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 西西家还靠着神的力量征服了异族 他在王位的第十四个年头 亚述王来攻击犹大 却被西西家给打败了 历代志下第三十二章的经文说 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 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又赐他们四尽平安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 将贡物献于耶和华 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 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 看为尊大 在亚述人攻打犹大国的时候 西西家正病得要死 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告诉他说 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如果在这个时候死了 他一生的英明 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可以说是十分的完美 但是圣经中却记载说 西西家就转脸向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 西西家就痛哭了 结果呢 以赛亚还没有走到中院 神怜悯的话就临到了以赛亚 让他转回去告诉西西家 神听见了他的祷告 也看见了他的眼泪 并且呢 要增加十五年的寿命给他 以赛亚就叫人取了一块无花果饼来 贴在西西家的毒窗上面 西西家就痊愈了 同一件的事情可以蒙福 也可以招货 西西家的祷告十分的恳切 他的眼泪出自肺腑 所以呢 神被他的真诚感动了 西西家立刻就得到了医治 而且呢 还多得了十五年的寿命 神也应许要帮助他 摆脱亚述王的侵扰 西西家一个真直的祷告 得了三个福分 如果他知道珍惜 在十五年的时间里 能做多少事啊 可惜的是 圣经中说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 报答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领导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西西家又尊荣财富 又打败了亚述王 名声报起 这时候远方巴比 这时候远方巴比伦王派人来祝贺送礼物给他 西西家就听从使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 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 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西西家为什么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显示给外国的使者看呢 作为一个英明的君王 怎么可以把国家的底子完全的暴露给外人呢 而且呀 他是听从使者的话 更显出是愚蠢而危险的举动 除非他真的是骄傲的忘乎所以 故意来夸耀 否则很难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果然 先知以赛亚马上预言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西西家在这额外的15年中 又生了一个儿子马拿西 可能是因为老来得子 又正在得意的时候 所以没有好好地管教 西西家死的时候 马拿西才12岁 登基之后就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祝秋坛拜偶像 犹大国自他开始没落 就如先知预言地 走向了亡国毁城人民被掳的命运 西西家在犹大国的历史上 是一位了不起的君王 他专一地敬拜神 是国家复兴 他诚心地祷告依靠神 在将死的时候 得到神的怜悯 只可惜他不懂得珍惜 神赐下的福气 一次的失败 招致了亡国之祸 如果他能少活15年 更能在历史上流芳百世 对照西西家 我们这些小人物 可能大半的时间 都在忠心地跟从神 但是一时的偏离 也可能会造成 无法挽回的恶果 愿我们都能时刻地记住 西西家的教训 慈悲的天父 愿我们的一生 时刻都在你的保守之下 不要让骄傲的罪绊倒我们 使我们失去了 与你同在的福气 提醒我们 不要炫耀自己 而是把荣耀归给你 祷告是奉靠 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